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长了大概80多毫米 那么外观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重要的看这里 中网格杉这里做出了几条壶子 做出了几个镀铬的装饰 其他方面就差别不大了 那么我们转到车身的侧面 可以看到米其林Primacy 3ST的一个轮胎 235-60-R28 一个静音效果非常不错的米其林轮胎 特别是对于搭载了本田IAMD混动系统的这种车型来说 它的发动机介入很少 静音效果 车内静音效果非常不错 所以一套好的静音轮胎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车身优惠方这里可以看到 一个充电接口 充满了3.5个小时 充满之后纯电续航85公里 当然了这是一个慢充了 那我们来到车尾 一个1PHEV的一个车标 表明了浩颖瑞混动一家PHEV车型的一个身份 我们伸一伸腿 打开这个感应式的尾门 这个尾箱这里由于电池的存在会凸起了大概10公分的样子 它的行李箱空间呢 大概是448升 有人会说了 哎呀这个尾箱都不存屏 不过呢本田有一个小心思 我们把这个隔板拿开 下面呢其实是一个提栏 你可以拿着这个把手把提栏拉出来 但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把手卡在这里 把这个隔板架在上面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几乎是平整的平台 我们再把这个一键后排座椅放到 虽然有一丢丢凸起 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平整的平台 放的一些东西呢会更加的方便 当然了浩颖瑞混动一家呢 它是没有提供备胎的 而是提供了补胎液还有一个打气崩 好了关于浩颖瑞混动一家外观设计 尾箱的一些设计呢我们都看得差不多了 那我们进到车里面去看一下它的内饰 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进入到广汽本田锐混动一家车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它的内饰设计 跟普通的浩颖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 中控屏用的车机还是Honda Connect 2.0的系统 还没有用上最新的3.0系统 其他方面跟普通的浩颖混动就没有太多区别了 这里多出了一个强制充电按钮 你打开了这个按钮之后呢 当电量低于60%之后 发动机就会强制给电池充电 其他方面就基本上保持一样了 非常顺手好用的一个布置 然后很好用的一个储物空间等等 另外呢根据厂家表示啊 它的座椅面料材质方面呢也进行了升级 变得更加柔软更有弹性 其他方面就基本跟普通的那个浩颖是一样的了 那我们再去过去后排看一下 它的空间呢方面会有什么变化没有 那么进入到浩颖锐混动一家的后排呢 我们会发现空间方面 腿部空间虽然是不用担心的 不过啊 由于地板方面会装上了一些电池啊等等东西的话 地板高度会比其普通的浩颖有一点点的提升 所以的话呢腿部大腿的承托会比一般的那个浩颖会稍微差一点点 不过啊当你把后背角度放到最平的时候呢 它乘坐舒适性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地板纯平 中间位置做人呢也不会太难受 另外呢浩颖锐混动一家 中间位置还是另有乾坤的 我们把中间这里一掀掀起来 有一排的控制按钮 包括音响多媒体系统的调节等等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放手机或者放一些小东西的一个储物架 这里也是一个小储木格在这边 再把扶手放下来 整个后排的乘坐体验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来说啊 本田一直是玩空间的一个高手 所以的话呢就算是地板被占据了一些空间的话 浩颖锐混动一家 它的后排其实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那我们现在呢把这台浩颖锐混动一家的车型呢正式开了起来 这台车呢它的动力总成啊 其实跟浩颖的一个锐混动其实差不多的 最大的综合输出呢也是158千瓦 不过啊由于搭载了电池 然后还有些附加的一些装备呢 整倍质量呢重了350千克 那么反应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呢 它的零排加速啊 从9.2秒到了10.3秒慢了一秒多一点点 不过啊它的实际体感呢 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电机的输出特性 低转输出的时候只有高扭矩 而本田这条第三代 Ii AMD的混动系统呢 它的输出特性啊 主要是以电机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动力 所以你加速的时候 它还是能带来很直接的一个加速反应 本田的宣传语叫做 堪底3.0 V6的一个扭矩输出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夸张的地方 当然了在高速啊 还有一些像是发时100以上的一些 高速再加速的时候呢 实际加速能力会比一些内燃机的一系车型呢 会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中低速的时候它加速会比较猛 高速的时候它的再加速能力呢 会稍微弱一点 那有人也会问了 那车重重了350公斤 那么操控性会不会变差呢 呃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啊 它350公斤呢 主要是电池以及一些电机啊方面的东西 它整个重心呢其实还是集中在底盘上面的 相当于它的重心没有说因为重量的增加而变高 或者是变得恶化 给我操控起来的感觉呢 虽然你能感觉到一个车身的重量 但是呢 在过弯的时候啊 像是一些弯道的时候 然后变现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车身是左右侧倾很厉害 或者是呃那个重心转移很明显 它的底盘下盘才是很扎实很稳的 那么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刻呢 就是这台浩尹瑞混动一家 它车内开起来真的是挺安静的 由于本田第三代IIMD混动系统这个工作特性啊 大多数时候基本上是从0到120公里 这个合法的速度区间里面呢 电机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 发动机基本上是不接入的 所以车内呢会非常的安静 你基本上听不到发动机介入的声音 就有时候我需要看着那个仪表 看着那个油耗的一个表 有一动一动我才能发现 哎发动机真的是介入了 那么相比起丰田的那套混动系统呢 丰田的那套混动系统 它由于发动机介入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再加上丰田那套阿富汀森发动机啊 震动噪音这些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的话整体来说 我觉得丰田这套 耗影日混动一家 它的噪音控制要比丰田那个双琴的一家 要明显跑出一个层次的 那么差点忘了跟大家说 这台车子的一个油耗方面的表现 那么根据厂方表示呢 这台浩影日混动一家车型呢 在混动状态下 它的百公里油耗是大概4.6升 我相信啊 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呢 做出五升出头一个成绩 是一点都不难的 那么在25到30万这个价位区间呢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丰田荣放的PHEV车型 那么这两个车型到底怎么选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重视动力的 选那个荣放的那个双琴一家车型 它无论是两驱车型 还是那个双电机版本 它的加速呢都要比这个浩影的PHEV车型呢 要更加成绩要更加出色的 如果你重视油耗 重视空间 还有一个重视静音表现的话 我觉得浩影的PHEV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然了 别忘了我们的国产之光 比亚迪 在这个价位啊 你已经可以买到糖的DM车型 不管是一个性能版的糖DM 还是一个更重视燃油经济性的糖的DMI 都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空间更大 配置更丰富 那么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感谢观看